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不说吗 就千河南开封要投资一千亿要复古 要回到北宋 然后山西大同复古 如今湖北荆州也不甘寂寞 荆州市未来计划搬迁古城墙圈内三分之二的人口 重现明清府城的繁华 打造文明于世界的三国文化旅游核心景区 这项庞大的复古计划总投资约300亿元 人家就说了 说你这个荆州一年的产值 也就不到百亿的这么一个地方 要拿出300亿元去搞这个 我现在就觉得中国将来会变成一个什么景观 你就在他们这些人手里 就是很 你要说现代派 那真是后现代艺术都在那 因为有人说了 你这个古城墙是明清的 对吗 然后他要打造明清府城 我觉得当他在陈述的时候 我听着精神就错乱了 说三国演义里边80%的事都在我们荆州发生 对吧 单单不是明清 他要弄一个明清府城 但是他要发展的是三国旅游 穿越嘛 这样就穿越旅游 而且当地干部就说了 说你看我们这个地方 有古城墙 他们都申请了什么遗产 中国遗产还是师姐遗产这个名目 就是说这是唯一真的东西 这个古城墙 但是光靠古城墙呢 游客不来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中国现在各行各业的 有一分真的 就敢给你包九分假的 就是我要这个古城墙不行 但是我要围绕着古城墙 开始关语词啊 关公词已经建起来了 然后那是什么明清古城就复建起来了 你再说我就刚才说 这个开封这个可能是上千亿的规模 现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在搞这个 就是说你总不能说我这个地方历史上是一个什么古城 历史上你总是一个什么古城 那么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就投资多少个亿 要把我这个地方全建成一个 一个这样的一个 我个人觉得不错吧 总比建其他的好吧 因为像我们去美国去一些比较现代的城市看 很多当然很多艺术馆博物馆里面的展览收藏很好 可是整个城市景观也没有太太特别了 那中国就周围那么有历史感的国家 你旧的老的都拆了 拆了就拆了 也没办法了 当然希望他当初不要拆 可是你现在把历史的东西来建制建造了 打造你的文化产业 我个人觉得这个大方向 假如这种理念 我觉得没有太太太偏离 真正重要在于说那个规模 我们说什么三百一一千一 我觉得可能是官员说说而已 你有钱 钱从哪里来呢 而且就算向香港发展C九龙文化区好了 两百多亿 也要经过重重的关卡 资讯 还有推导重来 招标整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说假如中国每个城 好你来建 那也作为一个中国的每个城市来学习新的行政管理方法 你建吗 好吧 请你用一套的我们比较觉得合服法律的 合服文明期待的方法来招标来公开整个资讯过程 我觉得给当地的这个城市来学习也是不错的 也是好啊 徐老师怎么说 当然了假如中国每个地方都有一些很像样的古建筑哈 假如我这个原则上我也同意那很好因为我们到处走啊 常常有个感慨在中国就是你你开车在成都的街上跟在济南的街上跟在郑州的街上是没有分别的 经过了以前的几十年的努力真的把中国大地到处搞得到处阴歌厌舞啊 每个地方分不出来了 那你对比之下你在欧洲大地上走美国也很闷 不得话说回来 美国你到处走也是麦当劳啊 也是那来来回回的这些屏幕啊什么 所以在美国你要能玩的地方没几个 所以咱们中国经过这个多少年建国以来多少年的努力终于把中国大地搞成了跟美国一样没有文化的样子 但是还没有他那么那么那么舒服还没有他那么合理性 但是要是真的有历史的概念 不过我担心的是那个几个 一个呢 我觉得他们现在这么大糊弄那么大的预算座啊 我觉得大概是现在政治游戏里边的一个规律 就是说你提出一个大的项目啊就有理由花很多钱 现在是热门就是文化产业 一说文化产业 你这个你知道前一阵啊重要的城市都办运动会 的确办运动 比方深圳啊办了那个那个大学生运动会啊 花的钱花的很多很多 多少我具体说是说不清楚 反正比运动会多很多 但是他的确带来很多好处那些地铁就通了 体育馆就盖好了 广州更不谈了 那小蛮腰现在变成地标了 周围的楼都生得很厉害 所以基本上城市发展 他们目前官员找到一个诀窍 要有一个目标 要有一个地标 就是你要要搞事 你不能平均那么洒水啊 没用 你得这个城里你要搞成一个 就广州一个小蛮腰 上海你有个浦洞 有这么一个标志性的 你深圳有个什么 总之所以他们那些地方 他轮不上开运动会 他的世界什么运动会 也不开到那里去 所以他们就想出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原因 他这些钱要是他不办的话 可能就要上交啊 可能中央也不给他们啊 我估计是这样 所以他们用这个名目来弄 我就觉得 比方说中国现在就很多到处都是假古董 假建筑 咱们到一些地方去旅游 动不动就掉在节目里 是吧 跟我说那是老子呆过的地方 那是谁呆过的地方 但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这个人跟人是不一样的 比方说我们这个受过一定教育的人 你发现我们这样的人有个什么特点呢 一听啊 就问是新的还是旧的 不管到杭州还是到哪 你说哪有个什么 是新的还是旧的 说是新的我们就不去了 对吗 就不会去看 但是呢 我认为广大人民群众 他不是这样 对吧 你就不跟人民群众不是一条心 你像深圳世界之超 对吧 那广大人民群众 很喜欢 玩这一天 全世界的景观 全都看了个遍 不好意思 三分之一的那个金字塔啊 什么他 他 对吧 你有一个 他就能去看 我认为就是说你盖一个什么 你说 插个标语 你说这是个什么什么 都有很多游客 他们愿意去看 对吧 可是 我想 荆州这个事啊 我就觉得中国人民 最后 孩子们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感性教育 我们到法国 或者我们到罗马 我们看到的 不管是废墟也好 是什么也好 就得到一个历史教育 哦 古罗马斗兽场 那个时候的决斗士就是在这样的地方 但是我就觉得咱们中国本来就已经够假的了 让咱们的孩子 这将来在去中国各地旅游的时候 耳濡目染 没有一件是真的东西 全是在做戏 就像甚至还有那个 两个曹操墓是不是真的到现在都不知道 还是还是那个旅游文化村 对吧 好像你带着小孩去玩 呼噜呼噜一帮的 说是什么民族的就出来 实际是听说你来了 赶快说刘克来了 赶快往脸上擦 擦点那个黑油漆啊 冒充什么少数民族 激光了拉着你跳锅装舞 那么这个就说这是民族文化村 这是民族风情 哎 我就 我们去非洲很多地方也是一样 游客来了 马上去了一跳舞 游客走了 就喝可乐 穿回牛仔裤 重点是文涛是怕什么 本来第一个 中国旧的地方 真的旧的地方就不多了 拆个七七八八 地面 然后第二个怕为了盖这个假的旧 假的旧地方新的东西 把剩下的那一点点旧的都去掉 他说干脆那些旧的去掉 没错 他就一个都没有 每一次搞文化工程的时候 他可能就拆掉了真的 仅有的那一点真的 全盖成墙 长沙就发现了真的古城墙 现在他们能不能保留就成问题 是吗 对 咱们续一下广告 枪枪三原型广告之后见 他从事两岸关系工作二十余载 他筹备并参与了举世瞩目的九二故事和汪姑会谈 中国的主张包括台湾大陆 两岸之间的主权 是重叠的 是一致的 两岸问题的解决当然靠两岸 对 但是不一登岛底 是大罗主制定了这个两岸关系发展的风险 对话历史亲历者探寻两岸关系背后的故事 专访大陆海协会前常务副会长唐树贝 风云对话 星期日凤凰位置中安台 地球上又难以抵达的四大基地 还有每个星都在追寻的第五级 欢乐级 北北二十路 关南湖海口国际度假区 世界的欢乐级 禀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雪 采如极之水 汇圆酒精 年份愿将 五锦共酒 看看今天他们找这三句话 你们能不能乐 你们要不乐扣他们奖金 第一句 美国 这都是真事 美国一名女子误以为邻居要玩三批 不让她加入 愤而持刀威胁 再一句是冯伦对台湾的一句体会 他去台湾去了一趟 他说台湾是什么 党无宁日 官不聊生 人民幸福 然后还有一段 有个日本人来中国旅游 第一站到了浙江 他找了个当地导游 给了三千块钱 说他祖上是战死在中国的 要求导游带他去当年日本兵伤亡最惨烈的地方败祭 导游收钱后花三百元包了辆车 一个小时后告诉日本人到了 日本人下车一看 横电影视城 横电影视城 我以为他说到南京的那个大屠杀的那个那个金钱馆 影视城我能理解 像横电影视城 包括你们作家那个张贤亮不写小说了 在那个西北那边也弄个影视城 中国什么拍西部片就到那去拍片子 这个是一种 那就是为了拍片基地 对吧 但是我就担心将来啊 全中国各处都变成影视城 全是一堆现代的这种假古代建筑 你知道吗 留不下来的 但留不下来 我就我又在想那他在干什么 中国的官员不傻的 中国人是非常精明的 我去过很多地方 靠这个确实能发展旅游业 中国老百姓就去看的 对 一下就带望一方 后来你看我明白啊 都是一盘生意 对 他这些建筑留不留得下来 他不重要 他也是圈钱 对 最后他把这经济 那么到最后中国人搞的还仍然不是实业 你知道吗 还是虚的 对 就是又把一些人的钱弄回来 大家都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文化旅游当然是假的嘛 当然是虚的嘛 问题在于说我们这是他本来可以假如他要搞的话可以搞一些楼的下来的东西啊假如你真的丢个三百一一千一找国际上面一些比较有名的卸记师啊来卸记一些有古代美学风格没有人你不需要告诉他这告诉老百姓这是真的你说了也没人相信啊 可是我要那种美学那种美学风格古代的明代的清代的汉代的唐代像香港我们知道那个观堂附近有个佛面嘛四年近月嘛 唐代的风格 他说一走进去真的回到古代一样 可是没有人相信他是古代的嘛 那是曾志伟谭永林去筹钱来弄的嘛 帮忙 所以说假如他要做的话 这两个不冲突的 我还是觉得说与其每个城市都一样 去到任何中国的城市 我看到最多的都是洗脚的地方 族域啊 我那个常说嘛 一个老外朋友就是觉得很奇怪 你家会你们中国人蛮奇怪的 到哪里好像回家没水洗脚一样 总要走在路上突然间我去洗个脚 或说洗个浴这样才回家 那与其这样不如弄这种 好好弄一些有古代美学历史美学风格的东西 我觉得两个不冲突了 可以好好 我以前节目里也讲过杭州我去那六合塔 那随代的 没有几个人 但是西湖边上的新的雷锋塔 非常旺 新的雷锋塔 新盖的 对 对不对 那个舞台山也是这样 舞台山的这个 有一个是唐代的 那个那个木头 那个树果都是唐代的 没几个人去 其实并不远 可是那香火最旺的 大家拜的那个庙 后面那个 那个佛像后面的螺丝都在 新修的 完全新修的 我看到这种时候 我就非常痛苦 一个悲哀的感觉 就是想起梁石秋的那个说法 就是他那个梁石秋的说法 我原来是不同意的 他说最好的艺术 只有少数人 大部分的人 他们永远只能欣赏 就是比较一般的东西 我一直觉得梁石秋 这是政治不正确的 鲁迅当初也不统计他 但是当你站在这么多的香火 用重这个民众在前在拜 这个一个假的现代刚修的 这么一个古迹面前的时候 你的感受是怎么样 没有办法 真的 你没有办法 所以我就觉得 所以也许他们做一盘生意 就做盘生意了 总比他盖那个白宫一样的 当委会要好吧 但是啊 就是佳辉 就刚才像你说的 中国也有建的比较好的 比如说乌镇不是认为不错吗 就是能不能 这是不是一条道路 就是说认认真真的 按照中国古代建筑的营造法式 用这个尽量用过去的物料等等 就是先进的设计 再去这个描谋 追谋中国古代的这个精神 是不是一条路 是的 但是啊 我就觉得 这个你这个主政者 或者你主政者的顾问 他在根本上 还是要珍惜 他懂得啊 这个残破的东西 这个古的东西 老的东西的价值 他再去设计新的东西 才是顺理成章的 所以我就说 你看我前几天 我就跟一个官员 我们在讨论一个问题 他不理解 我就跟他再讲一个问题 我说为什么 残破的 残破的东西是美的 他也是一个地方官 他就说 他还挺尊重我 但是为什么呢 我的手机给他看这个照片 我怎么跟他讲清楚 就说残破的 陈旧的 这个这个碎裂的 古老的 这个脏脏乎乎的东西 可以是美的 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呀 就特意把我手机里 我当时给他看的 这一堆照片找出来 我想我也可以在电视上放一放 他看了这个之后啊 若有所悟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看一看 你看这是古罗马的 这个神殿的这个废墟 你看像是这种树枯干枯的 这人家古罗马的古代废墟 罗马的古代废墟 这也可以是 为什么是美的呢 你看这是苏格兰的一个 十世纪的教堂的废墟 你看这个 这是佛罗伦萨的 这个老街道 这个坑坑洼洼的石板壁 这个青台 你看这个多少年 在石头上积累的青台 这是罗马的这个西洋的时候 这个死亡的 沉睡的东西 也可以是美的 中国的青铜器 秀迹斑斑 英国的一个乡村坟地 你看这是这个 在中亚地区 这是欧洲的一个老椅子 这皮子给磨成 这是雨果写小说的书桌 烂成这个样子 但你觉得美不美 这是柬埔寨的 雕塑已经断成两截了 这是欧洲教堂里踩了多少年的地板 你看中国青铜器原来是金的 原来是金的 你看这种大佛的叹息 你觉不觉得这个 你看佛鼻子都没了 可是你觉得 它是不是有一种叹息的美 是吧 就是 这像不像是东方的维纳斯 大成若缺 中国人玩的石头 这是云岗石窟的这个佛 烂成这个样子 那么你看这是北魏的时候的 这种雕 你看像不像维纳斯 东方的 这也是云岗石窟 被人凿下来的 古道西风寿 就是所以说 我说 有一种美 有些人说是新的 当然也可以是美的 但是还有一种美 就是 枯藤老树荤压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寿马 断肠人在天涯 今天看见中国的很多警官 真是让我们断肠人在天涯 那我呢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分享一段心灵的旅程 真诚相遇 分享一本好书 一个感人的故事 让感动再现 每天三分钟 一起停下来 领悟人生的美丽 华智酒行 心相随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安台 新世代天涯 行动开始 五凤凰卫视中安台 相随人间 三千年 相随人间 三千年 名门之秀 五凉春 马博士 马博士专门有本书 就叫在罗马废墟上 哭泣是吗 没有 在废墟里 看见罗马 对 就是以前一个人讲的 去进攻一个地方 打的 把那个城市都打得残破了 其他的小兵 看到废墟 那个将军说 你们看到的是废墟 我在废墟里面 看到未来的罗马 只要你有眼光的话 废墟可以重建为罗马 甚至废墟本身 有他的美学 我们也谈到 就柏林 有一座教堂 二次大战的时候 被炸到 稀里啪啦的 原装保留 保留在那边 我们一去到那边 看到感动了 想哭了 那中国最可怕的是什么 我举个例子 以前去张家界 我最生气 好好的中国的山 变成什么 其中有个山 还改名 阿凡达山 阿凡达 阿凡达去了拍片 阿凡达你要弄一只 阿凡达的鸟 早期两个人 站在那边 装成阿凡达 跟你拍照 收二十元 我觉得从洋 媚外到这个地步 你知道 就是照今天 很多地方官的思路 那罗马那些废墟 全得给建成新的 怎么能满地 都是这些残砖烂瓦呢 圆明园那个 是因为有争议 搁置下来的 本来他们要重建 圆明园呢 你知道 这 我后来查到 有张可循 这是违反国际 这是违法的 在上个世纪 不是1930年 就是1930年 你知道当时 有一个国际上的 好像一个约法 这个约法就是说 在人类遗迹的 这个原址上 重新这个建起 一个新的东西 在废墟上建起一个新的一个东西 是罪恶不可饶恕的 你知道吗 就比如说 你在今天 圆明园的遗址上 你敢建一个完全 新的圆明园 圆明园 正新中华 对 你可以说你是恒电影视城 那可以 但你要说 这就是圆明园 那是 那是 国际价值观 所所比弃的 你知道吗 所以 蔡元培说的 要美誉代宗教 所以要大 你刚才放了一大片 就是要让大家 这叫颓废 也可以是一种正能量 绝对的 徐老师说的太好了 是颓废 我们通常不那么理解 我们总是认为 五彩缤纷的 就是正能量 艳歌艳舞 邓火辉煌 昂扬的 昂扬正气 然后你这个垂柳 败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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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条的东西 可是美是多种多样 对 就我总之啊 开封最好还是能够 透过废墟看边境 这是我们的 看边 现在是看 变量 看变量 可是对官员来说 人民币才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馆 文明启示录 是 是 当然 请不吝点赞